我是印尼大帝 然後 今天只是來這邊路過一下就被抓到台上了 今天主要是要講兩件事情 但是我們把流程反過來好了 因為剛剛光源說 一般演講會講到後面越來越激昂 那我們今天就是把激昂都放到最前面 好那我們選光源當市長好不好 好那我們後面就越來越冷靜 好另外就是最近大家都在關心我禮拜三拿出一個 那個 珍藏已久的 雞排面的民主內衣 然後大家現在在問怎麼 那天拿出來以後就失蹤了 好那其實那個東西沒有 那個東西沒有拿回我家 其實他放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然後因為他有 他有強大的浮射能量 所以我們要選一個安全的最終 最終廚廠位置 那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金山或是蘭嶼 它裡面本來就有那個 跟核被料廚廠位置一樣安全的場地 把那個 永久的存風起來 那但是在存風之前 大家還是有機會可以看到 好然後另外就是禮拜三我會 然後那個民主內衣出來 其實有部分原因是我那天是 禮拜三的時候我去地檢署 去那個開庭 一個偵訓庭 那我 我是因為那個 4月19號 其實我已經忘了19號還是20號 就是凱盜 我在那邊辦了一場大長話 然後隔了一陣子 我就收到了一個傳票 然後以公共危險罪的名義 然後傳喚我去問話做筆錄 然後那個 那到前天是去 開偵訊庭 然後而且 然後我跟一些其他的 社群圈的朋友聊 然後他們都覺得 我的這張傳票收得 非常快 然後執行的效率很快 就是從那個 從那事件發生的當天 然後到進入偵訊 然後才剛好兩個月的時間 對 那 那所以我就有點困惑 就是 因為我們跟 佔領立法院 或是進攻行政院的行動 比起來 那大長話其實算是一個 很和平的活動 對 大家的激昂都是在心裡 都不是 表現在知情動作上面 大家都是作者 就在那邊一起 還喊口號 然後一起罵一罵 罵生幹 或者是其他的內容 然後 那 說是阻礙交通 其實也沒有很阻礙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 凱達格蘭大道 在公園那一段 他是整個用巨馬圍起來 圍兩層的 所以其實那邊本來 就已經是交通管制的地區了 那時候我們妨礙交通 其實也沒有什麼道理 然後我們在 我們時段也很晚 而且其實凱道本來已經封辦了 那 所以 那想來想去 其實都找不到一個 找不到一個 合理的理由 那唯一 唯一能解釋 就是這個政府 他已經對於 任何可以 把人民 召喚上街頭的 力量 都感到害怕 然後所以 所以他 那個 就是為了怕這些力量發展下去 所以他就 想盡辦法 用行政 或是用司法的方式 來處理 對 可是 呃 但是我是覺得 如果政府真的要起訴的話 其實就起訴也沒有關係 因為 因為如果為了這種理由 然後 把我起訴判刑的話 我覺得大家只會有 更大的反彈力量吧 對啊 然後可能 可能就會變成一場大場花 變成 變成大家每天都大場花 對啊 那只是讓他們自己更難看而已 對 好 那 那因為才 偵訊剛結束 所以其實也不知道 後面是會起訴 或是不起訴 如果有消息的話 我就會 貼在臉書上 然後 讓大家可以發表一下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 我們最後 好 我們最後也不要有最後了 我們就讓他平淡的 結束 好 謝謝大家